梳理好自己的生活 这才是自由 成长和解脱 塞古鲁说 对他人抱有期望 意味着你在尝试管理他们的生命 管好你自己的生命 这才是自由 管理他人的生命 叫做奴役 一旦你参与奴役 一旦你尝试奴役身边的人 你必须明白 不知不觉的 你也在被奴役 你应该看见过一个警察 他的手腕拴着一个手铐 另一头是一个罪犯 他们两个都被手铐靠着 他们两个都被链条拴着 警察唯一的优势是他有钥匙 但是说不准 也可能会把钥匙弄丢 不要奴役别人 不要期望 别人一定要按你想要的样子来 管好我们的生命 意味着自由 管好我们的生命 意味着成长 管好我们的生命 意味着解脱